在鎮雄 竹笋是大自然送给当地人的礼物 打笋即来临的时候 山下的村民们便会结伴上山 接受这份馈赠 正因如此 当地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打笋人 杨正贵 杨大哥便是其中一员 据说打笋人制作的竹笋美食 将鲜香与辣香汇聚一孤 那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先跟杨大哥进山打笋 你看 这儿就是打笋子的营地 大伙咱们卸东西了 好 这个给我吧 应酬给打笋人去 每年春秋两季的打笋季 来自云桂川三省的打笋人 都会汇集于此 广阔的竹林间 打笋人每天穿梭其中 抢收竹笋 为了节省上下山的往返时间 打笋人每当打笋季来临 就需要在山上居住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山下的马队将必要的生活补给 驮进山林 再将打笋人收集的竹笋运往山下 每天往来提供补给和运送货物的马队 成了打笋季节特有的风景 咱打笋去 咱打笋去 这密布的竹林还不好走呢 这里边不好走 对 喂 在哪儿 在哪儿 对 好 就在那边 对对对 我们就从这儿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找着打笋人了 哎 大哥 它已经收了 你买大袋了 对啊 我发现咱们这个穹竹 特别的一点是它竹节特别大 对啊 所以说在我们地方 这个喊罗汉竹 也喊那个蒜盘竹 现在它已经成熟了 像这样就可以采摘了 这样一下就采下来了 这看着简单 我来操作一下 对对对 这样 90度 要下来 对对对 这样是对了吗 不要过这样留 90度 干脆立了一个动作 对 这样对了吗 对对对就是这样 这样对了吗 大哥 对对对 对对对